大家好,我是游子,周末快乐 本来今天不想做视频,想休息会儿 但是一想到昨天晚上朋友问我 走地鸡怎么做啊 我想我还是做一期视频 如果放到第二天做的话,有可能我就忘记了 所以呢,其实我也买了一个走地鸡 一般我是把鸡买来以后,我都会把头剪了 然后脖子上那个皮扔了,然后屁股剪了 另外就是把它那个脚趾夹都给剪掉 还有就是在屁股后面它有一层皮啊 那层皮很油的,我也把它剪掉 剪掉的东西还不少 但是好像剪掉一点,我心里就放心一点 因为我觉得一个怕太油 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东西我不喜欢吃的 我还是把它剪了比较好 它还是拔得很干净的,没什么毛 这个鸡我觉得是很有矫劲,很好吃的 走地鸡呢,是可以做三黄鸡的 但是呢,为了Sam吧 我永远做不成三黄鸡 为什么呢,因为一做三黄鸡这个鸡啊 对他来说就有点老 他不喜欢脚的,他喜欢那种羊鸡 那我又不喜欢羊鸡 还有一个,我没有做三黄鸡是因为我要它的鸡汤 做三黄鸡是怎么做的呢 我是烧一锅水,里边放白酒 然后边上再准备一大锅的冰水 然后呢,把这个鸡呢,扔到锅里边 嘴里数十下,然后拿起来放到冰里边 然后呢,再数十下,再放到热锅里 就这样来来回回,我大概要做个四五次 这个鸡差不多就煮熟了 而且这个鸡皮啊,特别的脆 因为你等于是很烫 然后又放到它那个冰水里 到第四次的时候呢 我就会盖上盖放在里边 让它煮个十分钟 就煮到这个鸡肉啊 就是有一点点血丝 但基本上是熟了 然后就把它拿起来,放在那个冰水里 这个冰水呢,主要是为了这个皮比较脆啊 但是呢,Sam不吃这个皮 然后他想喝这种浓的汤 所以呢,我想了想起来,我还是煮汤吧 一样,鸡肉还是能吃 所以呢,我拿了一个砂锅 这里我要介绍一下这个砂锅 这个砂锅是日本人的一种砂锅 我大大小小大概买了六七个 除了送朋友大概送了两个三个 我忘了,多下来的呢 我是经常用的 这个砂锅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随便怎么煮 它都不会裂的 前一阶段我买了一个砂锅很漂亮 但是我大概煮了两次就裂了 我自己也不好,我因为先已经习惯了用这样的砂锅 所以呢,我就没有注意 它湿的时候,或者说它 水还没有,就外面的水还没干的时候呢 你一下子放到烫的那个炉子上呢 它就容易裂 怎么说呢 我这种属于毛毛躁躁的 又不小心 然后又没仔细读它的说明书 所以28美金就用了一次就坏了 但这个呢 价钱也不贵 也大概就二十几块钱一个吧 哎呦,真的 我这个煮汤的 我大概用了大概 最起码有六七年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现在我把这个汤过 把水放满 然后放了生姜 放了葱 最主要是要放米酒 只有放米酒才香 另外呢 我就去拿了一把那个 扁煎 扁煎笋 它们也叫咸笋 好多人就问我 那个笋是哪里买的 笋就是在那个 就九九大华里边就有的 你看 它就是这么一笼一笼的 我让朋友出去买的时候 就买了两笼 一笼已经给我吃了 这个是第二笼了 浙江一带的和上海人呢 都特别喜欢吃这个笋 但是它这个笋呢 不是说你就吃这个笋啊 它是很咸很咸的 所以最好是放在汤里边啊 就掉鲜味了 它又咸又鲜 然后 它现在包装是用塑料的 看上去像竹笼 其实是塑料的 但以前它是用竹笼 然后打开以后 它是塑料袋 就是空气 抽了空气的这种 剪开以后呢 你拿个三四根就够了 不需要很多很多 因为很咸的 多下来的呢 你可以放在那个 拉链的塑料袋里 然后放冰箱 拿三四根以后 水里冲一下 因为上面有一点盐 盐分呢 冲掉以后呢 就把它剪成 差不多一个手指那么长吧 剪呢 剪断的用意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一条笋放在里边啊 就一个吃起来也是很大 另外一个 它的味道就不能释放 所以呢 我一般都会把它剪成 手指那么长了以后呢 再把它撕开 撕啊 这个撕开 其实是撕得越细也好 但是我就很粗吧 我就撕了两半以后 再撕成两半 就四半 把它全部撕完了以后呢 就直接扔在这个汤锅里 然后就开大火 然后就开大火 让它煮 煮开 先用大火 把它煮开 煮开了以后 再开小火 让它慢炖炖一个小时 Sam跑过来说 中午吃什么呀 我说我炖个鸡 哎呦 他说你炖鸡汤啊 我不要吃那个就是白蘸鸡啊 我是行 我就是炖的鸡汤 他说那能不能放点胡萝卜 能不能放点土豆 能不能放点玉米 哎呦 我天哪 我说你这一放我这个锅 得很大一个锅 我说这样吧 我把鸡先煮熟 煮熟了以后 把鸡捞出来 然后再用这个汤 来煮这些东西 他说对 他说这样的话 这些东西更好吃 煮了一小时以后啊 那个汤啊 好多 我就摇了一些出来 然后用筷子戳了一下那个鸡 发现它已经熟了 怎么看它熟 你筷子戳下去 一个很好戳 还有一个没有血丝上来 鸡腿上也是 你看都没有血丝了 赶紧把它捞出来 因为我们不想煮的太烂了 现在我用筷子把它戳了拿出来 那个皮啊 还是有一点点焦 这个没有关系啊 反正我们也不吃皮 因为三黄鸡 如果做三黄鸡呢 那个皮是很好吃的 但是做鸡汤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鸡皮啊 已经给那个汤全部吸了 所以这个皮也不好吃了 接着我再把那个 盛出来的那个多余的汤放下去 再给撒那个土豆 胡萝卜 玉米放下去 土豆我是切得很大的 就是一个土豆把它一切二 因为怕煮的太烂 所以呢 土豆我是切得很大 那玉米呢也是的 我就切了一切二那个玉米 所以也是 也是比较大的 这个玉米是糯玉米啊 你看这一放 这个锅好像又要铺满了 所以呢 我又把汤盛了一点出来 要不然我那胡萝卜 没办法放进去了 反正这个汤已经很浓了 这个汤我是准备来煮 那挂面 反正我买了一包的 那个刀切面 你得吃完它 这一包面最起码 我可以吃三到四次 这个三到四次 就等于三到四天啊 我一般只做中午嘛 晚上我是不做的 Sam说你这样煮 这个鸡不是就冷了吗 我说你喝汤的时候 你可以把鸡块放进去啊 因为他喝汤啊 他是都要喝很烫的那个汤 然后鸡呢 他要吃很热的鸡 所以我跟他说 我说到时候那个汤是很烫的 所以你把鸡块放进 放到那个汤里不就热了吗 我刚刚把胡萝卜放下去了 然后把它稍微的翻一下 盖上盖 就让它慢慢的炖 然后我把砧板用开水 烫了一下 刀也烫了一下 然后开始切这个鸡 鸡呢先把火口的地方啊 切下来 然后再来切中间 然后再来切中间 火口的就是腿啊 翅膀啊 还有鸡爪子啊 脖子啊 把它切好了以后 先把它切断 切小一点啦 然后放在那个盆子里 就是底盆吧 翅膀我把它一个翅膀切成三块 大腿我就一切二 因为这个鸡也不是很大的 鸡脚的话 我就直接切下来 放在那个盆里 接着我们来切中间 中间呢 它有两片 上面这个是骨头 其实这个骨头 我蛮喜欢啃的 很简单就把它切成一块块就好了 那下面那个就是白肉 这是我最不喜欢吃的地方 但是是Sam最喜欢吃的地方 所以呢 我就给他一切二 然后在每一块多成三块 三四块就好了 这个我得认着啊 这个白色的就是他吃的 我要吃下面全部的活肉 所以我们俩吃东西不抢的 吃鱼也是 我吃鱼头鱼为鱼肚 他吃鱼背 那鱼背上都是死肉 这个鸡哦 切的时候香得不得了 所以如果你想买的话 就去李萨造那里买 我们都在他那里买的 他选东西啊 都是比较好的 都是自己试过的 好的才介绍给我们 只要15美金 这个鸡啊 真的值得买 接着我来做一个蘸料 倒入一些这个鲜酱油吧 然后加入这个麻油 再加入我花园里摘的香菜 香菜呢 把它切得细一点 接着我又加了一点点的盐 然后我加了一大勺的鸡汤 然后把它搅拌一下 这个蘸料就做好了 如果你吃辣的话 你可以再放辣 你如果吃蒜的话 你再可以放蒜 或者是别的做料你喜欢的 这个是很正宗的上海的三黄鸡的一个做料的做法 这里边香菜一定不能少 所以一定要自己种香菜 要不然为了这一点点香菜 你还得开车去超市买 你买回来如果不吃的话 很快它就烂了 一个朋友来拿那个番茄苗 然后帮我在门口留了一包这样的菜 这是广东芥兰我很喜欢吃的 他说他自己种的 这一年就是这一个冬天嘛 他种了三拨了 我拿了三分之一 准备今天做这个鸡汤刀削面 买了一包新鲜的这个刀削面 这是第二次做了 昨天是煮鸡毛菜 今天就煮那个芥兰 但昨天我用的是罐头鸡汤 今天可用的是走地鸡鸡汤 因为Sam也喜欢吃这样的面 好 今天中午就是这么简单的菜 Sam那一碗是很丰富的 里边胡萝卜 土豆 鸡 面 还有玉米 吃完了跟我说谢谢你啊 很好吃 吃完饭 我把这几天收到的一些东西拆一下 首先拆的是我做那个护肤品的 前一阶段我做了这个精华露跟那个乳液 这一包买的材料是做什么的呢 就是我想做一个去雀斑的这个乳液 它现在有这种一个是维生素C 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取雀斑的这个材料 这一包东西花了我差不多一百多美金吧 为什么我要自己做呢 一个呢我喜欢研究这些东西 另外一个我觉得自己做是最安全的 里边放了什么材料放了什么东西 自己最清楚 外面买的实在不放心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你自己做的东西吧 你知道这个东西对你的皮肤有什么好处 然后有的东西跟你皮肤怎么说呢 没有什么好处的你就不用放 所以呢自己做就是怎么说 英文叫Customers Design 这是最高级的 别人没有的 是自己给自己定做的 这个买的是Amazon喷那个硅糟土的 这是我买的第二个了 就是我觉得一个还不够 前院我放一个后院我放一个 这个东西呢用起来是比较有点费劲 现在这个天如果不好的话 千万不要用 你用了白用 一定要这样天好大太阳的时候 然后你再去喷 这个才有用 如果夏天 现在蚂蚁还没什么蚂蚁 我没看到有什么蚂蚁 如果能看到再过一个月吧 就会有好多蚂蚁 你就在它蚂蚁窝 这个门口 你撒一下 所以它出来了以后 就会死掉 或者它进去了 到了里面 又给了那个母蚂蚁 只要它沾上这个粉 它就会死 所以呢 喷这个东西还是要有点技巧 接着是打开拼多多的袋子 今天这个袋子看上去很小 但是也要七十多块 差不多八十块了 这是我买的label 因为我想买一点 就是透明的标签 是做那个乳液啊什么的用的 然后你看到这个彩色紫 你一定不会相信 这个彩色紫是洗马桶的 就是你放一张纸进去 然后它碰到了水 它就化掉了 然后你用刷子刷一下 我也是好玩买的 另外又买了一些短扣 又买了几次 那个短扣那个尺寸啊 或者是 就是穿得不舒服嘛 但是都很便宜 所以就买了 我也没去退 这个买的是扣子 就牛仔裤啊 以前瘦嘛 以前胖 现在好像瘦了一点 这个位置不对 就是买那个大扣 它可以移动 另外还买的两把 这个是可以包馄饨啊 包什么东西的一个小勺 很好用的 我上网让你们看看 这些东西的价钱 和怎么用的 给你们看一下 在拼多多上 这个是我买的这个纸 还有这件衣服 但是这件衣服太小了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是穿不了 它那个 它说是大号 我基本上买过那些东西都是买大号的 其实这个 它这个大号大概就是 比medium还小 比small稍微大一点点 就这样了 你们谁要我送给你们 我也不想去退 两个这个勺子 就做那个 包子啊 饺子啊 这样就是 拿那个馅儿比较方便 我买了两个 这个很实用 我之前已经买过的 但是不知道让我放哪里去 找不到了 所以这次我特地买了两个 也很便宜啊 就一块钱这样 然后这些都是 这个是tape 我介绍的是这个东西 哎呀 它也没货了 经常没货 我上次买的时候 它也说没货了 今天 今天好像又说没货了 它你看到 有各种各样的design 有五角形的 圆形的 各种各样 然后你把面团放在这个管子里 口上就放一个 这个东西 各种形状的那个design 然后你往里面转 就转那个上面这个东西 它就会出来 这个面团 是做肥皂用的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扣子 这个扣子就是你要是裤子松啊 你可以弄一下 裤子要是紧了 你可以搭一下 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实用的 有的时候真的吃饱了 想放松一下 那正好这个位置可以放松一下 然后你想紧一点 然后就不要用这个 就用原来的那个扣子就可以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用的 也便宜哦 那一大堆有那么多 哦对了 这个 这个我觉得洗碗还是挺好的 但是 就是有的时候就懒得伸进去 去用 但是还是蛮好用的 我买了两个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他说是那个洗马桶 如果你脏的话 你放一个这个东西 他浸泡在里面 然后冲一下 他就说他就可以很干净 你放在这个抽水的这个地方 就是以前我们是蓝色的 基本上就这个意思 但是蓝色的呢 他不是马上就见效 就是他冲一次释放一点 这个东西你就浸泡在里面 还是有点管用的 我主要是为了浸泡这个里面的 我觉得有点发黄 没它那么脏哦 但是自己感觉不舒服 所以买 这个东西说实在的 你要不要真的 我觉得是没什么很大的用处 这个纸的呢 他是说你放进去了以后 然后放一点 我不知道他又放了什么 洗洁精还是什么的 怎么会有泡沫的 也是对 他说你放在里面以后 就是他就会很干净 用这个刷子 还是要用刷子刷的 这个这些都是有可无的 如果你需要的话 因为我觉得他好像还是有一点香味 所以我还比较 这个香味还比较舒服的 所以我就买了 好啦拼多多 我就买了些这个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小东西哦 再说一遍啊 喜欢这件衣服的 不要客气来问我拿 现在是洛杉矶时间七点钟了 看太阳还是那么高 今天真的是好天气啊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关注